這個週末我去了一個關於STEM的科技教學論壇 這個論壇由大灣區包括香港、澳門和國內的很多教育專家一起開 也參觀了這間很大的中學 翌日就去了華為小鎮參觀一下 大家看到有這個歐綠式的建築 另外還有華為的小火車 在影片開始之前提醒大家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就給個Like 另外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再去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早上起床 現在是6時多 集合後就坐旅遊巴去深圳那邊 現在遠方就是深圳 看到海上的就是豪田 在深圳灣口岸過關之後 再要坐多一個多小時的車 來到這間松山湖實驗中學 這間中學就認真大 跟香港的大學差不多大間 今天就來到這個STEM的論壇 就去看看STEM怎麼搞的 原來國內都有很多現成的教材套去教STEM 也有很多學校去分享當中的教學經驗 四百多個來自不同地方的老師 校長一起吃飯 就真的比較少見 就在學校這個飯堂那裏試吃他們的食物 那現在我就吃完飯了 吃完飯就到處走一走 大家看到我身後面 是一個運動場來的 有條跑道有草場可以踢球 那另一邊呢 看一看 就是籃球場了 那還要是好幾個籃球場的 看一看 是超過一個 有三四個場 那可以看看路牌 就知道有多少個大樓在這裏 那另外有室內的運動場 有打乒乓球的地方 基本上要走完整間學校都要很久 那有太多的地方其實都拍不完給大家看 譬如有些實驗室 有些工房的地方可以做一些STEM的東西 那另外亦都有一般的教室 那好像這裏那樣 經歷了整天的輪壇 大家都餓了 去到這間餐廳那裏吃下東西 那都是一些特色家常菜 不是說很名貴的東西 但是都是挺好吃的 終於都回到酒店了 再看一下 那這間 酒店的床都算大 那現在呢 就出來了 看完酒店房 又看看附近有些什麼行動 那這個地方都很多店 有很多店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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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店鋪 那些店鋪 另外就看到有間華為店 去到大陸當然是看華為 進去看看 有這個5G版的Mate 30 Pro 手感也真的不錯 走街道就這麼壞 不走油自可 一走 就出事了 看看 這個是紅色的 M6平板 是高能版的 立即回到酒店 直播了 大家想看 就留意右上角的連結 第二天又是晨早起床 吃個早餐又出發了 今天天氣真的很好 接下來就去華為小鎮 應該會挺漂亮的 坐一陣車就來到華為小鎮 的確是非常漂亮 而且今天天氣還很好 這裏比我去歐洲 看到那些更漂亮 因為他把歐洲不同國家的建築 就搬去同一個地方 花了一百億來建築 這裏是非常大的 就要搭這裏的小火車 來穿梭在不同的城市當中 這裏是分了很多個城市 以那幾個歐洲的著名國家來命名 建築物也是參考那個國家的建築物來興建 日到來真的覺得賞心悅目 周圍都非常之美 今天天氣還要好美 那這裏拿來做什麼呢 是否給遊客遊覽 原來就不是的 要進來是非常困難的 這裏基本上都是給員工去上班用的 大概可以容納到25,000人 這裏分了12個區域 由英文字母來代表 另外亦都有一個歐洲的城市名來代表 周圍的建築物 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歐洲式建築 但略為有些不同 每搭到一個站 又見到一番新的景觀 這麼美麗的地方 是否都想來參觀一下呢 但是呢 就不可以了 因為這裏是禁止參觀的 如果不是我們今天有個論壇 在這裏呢 我們都進不來的 另外就算華為員工的親屬來參觀 都是有限次數的 那現在呢 我就進入這個小火車入面了 看到呢 它跟一般的火車沒有什麼分別的 大家亦可以留意下 路線牌有不同國家的車站 剛剛大家都聽到 好了 列車裡面的廣播 都是英文和普通話為主的 那現在呢 我就搭去論壇的地方 一路搭的時候 我就拍了一些風景給大家看 真是呢 看到哪裏拍下去都覺得美的 站站有驚喜 讓我看看下一站是哪一個站 這條影片基本上 都是用華為的Mate 30 Pro 加上Osmo Mobile 3來拍攝 大家可以看看當中的影片質素如何 那一路搭這個火車 其實全程都幾久 都要十幾二十分鐘 那我這裏呢 就搭其中一條線而已 還有另一條線 所以這個區域真的大得很厲害 你搭火車都要搭二十幾分鐘 還有可以轉車 五區黑輪落高 開了天門 下一站 下一站 最近黑尾堡 搭了十幾分鐘 終於都到了目的地了 今天都幾好彩 天氣非常之好 如果早兩天可能有些雨 剛剛轉涼那兩天下雨 今天剛剛去到最冷 只要做得九度而已 但是現在都十三四度 OK的 終於去到會場了 進去看看 裡面的裝修都很漂亮 首先都是有華為自己的公司背景介紹 以及它自己的產品 譬如晶片的介紹 除了這些之外 亦都有一些對科技的看法 對未來的看法 甚至乎我們跟教育相關的 如何培育下一代呢 如何將科技去推廣給年輕人呢 這些都是當中討論的話題 剛剛就入面聽完論壇 基本上都是講一下 科技相關的東西 教育東西 又拍下後面 見很多新東西 對 由於時間的關係 本身後面有個5G的體驗區 但是都沒有辦法試 趕著要乘回火車 那就回程了 在酒之前 都拍一拍它 其中一個餐廳 參觀的時間 就這麼快 差不多走了 純粹是臨酒之前 可以買下飲食 買下飲食 這裏有Seven 有咖啡 也有很多東西 走之前 當然最後拍一拍到處 這些歐綠式建築 是挺漂亮的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給個LIKE 另外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就不會錯過之後精彩的影片 就不會錯過之後精彩的影片 那